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方针都不一样,比如宋朝,虽然富庶,但是因为对外软弱无力,而始终饱受人的诟病,不纳贡不和亲的明朝,因此有了更多的粉丝。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古代自有血性的王朝,国内分崩离析,仍用余力打得三个世界强国灭国,这是哪个朝代呢?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早中期的唐朝开创了一派盛世的繁荣景象,然而在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国力急剧衰退,从而饱受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的困扰。 天子开始无力掌控河中等地区,而昔日不少臣服于唐朝的国家也纷纷起兵作乱,但是正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唐朝依然强行吞下了这三个对手。 第一个就是吐波,这个古代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和中原王朝打打合合,而在唐朝期间,唐军多次以少胜多战胜吐波,到了755年安史之乱后,大量驻扎在西部的唐军,被抽掉去平定叛乱,以至于西部防务空虚。 吐波趁势占领了拢佑河西大片地区,不过到了公元八世纪末期,唐军在李盛、维高、史敬凤等将领的带领下。 多次重创吐波人,而进入九世纪,在吐波国王达玛死后,为了争夺继承权,吐波依然是争斗不堪,此时唐军发起进攻,在沙州设置归义军,夺回了河西拢佑地区。 不少吐波官员纷纷拥兵自重,这个强大的国家也分崩离析,第二个南兆国是八世纪崛起在云南的古代王国,他们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兆先后征服了其他地区,成为东南亚最为强大的力量。 然而在唐朝衰落以后,南兆开始在吐波和唐之间摇摆不定,以此获得利益,安史之乱后也经常侵扰边境。 864年,唐朝安南都护高平多次击败南兆军队,在897年,唐朝的西川节度使王剑杀死了和南兆一起的离,雅间浅难不足,南兆国国力因为战争大幅度损耗,最终在同年被全臣篡位,南兆灭亡。 此时,距离唐倒塌,仅仅只有十年的时间,至于第三个国家便是回湖,他们居住在天山一带,在丝绸之路上是十分强大的势力。 842年,趁着回合内乱,唐朝君臣认为这是击破这个强大势力的最好机会,故而唐武宗命令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击,击破污界可汗不重。 剩下的不足,则被安置在了江淮地区,唐消灭的三个国家,均发生在唐灭亡前的七十年之内,此时的唐朝已经有心无力,在中亚地区和阿拉伯帝国的争霸中退了出来,对内爆发了严重的灾荒和经济危机。 因此,这三个国家虽然灭亡,但是唐朝同样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后来发生皇朝之乱。 但是客观地说,唐朝强硬的态度,在当时对外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这也让后来五代十国期间,除去沙陀族之外,并不像魏晋南北朝一样,由牧民族承虚而入。 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避免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李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国家实力瞬间走上了下坡路,综合国力急剧下降,对周边政权的控制力逐渐减弱。 南朝、吐蕃,回狐这三个政权成为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而李唐王朝为保卫中华,不惜拼尽余力,成功击垮了这三大强国。 关于吐蕃,我们通常熟知的是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的故事。 然而,吐蕃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期,曾趁机对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进行掠夺。 将西域纳入自己版图,吐蕃的野心逐渐扩大,开始对中原地区有所觊觎。 甚至攻陷了长安,导致社会严重动乱。 在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派遣将领如李胜,围高,率军西进,多次重创吐蕃在西域的驻军。 随着吐蕃国王达马去世,国内爆发内乱,唐军再次发动进攻,最终击溃了吐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 唐朝成功收复被吐蕃侵占的拢右地区,而吐蕃内部也因政变和唐朝的进攻而分崩离析,走向灭亡。 南兆国崛起于我国西南云贵高原,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权之一。 最初依靠唐朝支持,南兆在东南亚形成强大政治力量。 然而,在唐朝安始之乱后,南兆对唐朝边境进行侵扰,成为唐朝战后重建的主要威胁。 尽管南兆在侵略唐朝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红利,但唐朝政府于九世纪中后期采取战略打击。 唐朝将领高原在八百六十四年主动出击南兆,称重打击了南兆的军事力量。 至八百九十七年,西川节度使王剑彻底击溃了南兆的有生力量,使其再也没有对中原构成威胁。 南兆陷入长期战争状态,最终在唐朝灭亡前十年。 政权被篡位,南兆灭亡,回胡,位于天山以北的强大政权,是丝绸之路上最具威胁的势力之一。 在安史之乱初期,回胡曾驻唐朝平叛,但安史之乱结束后,回胡对中原产生觊觎之心,回胡凭借强大骑兵和机动性,对我国北方及东北地区产生严重威胁。 公元八百四十二年,回胡政权内部爆发内乱,唐朝政府视其为铲除北方隐患的绝佳时机,命令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主动出击。 张仲武深入西域,击溃了回胡的主要战斗力量,其余不足被安置在江淮地区,彻底消除了回胡的威胁。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用尽最后一点力量,消除了边疆的威胁隐患,既保存了中原王朝最后的颜面,也保护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在最后的七十年时光里,唐朝即使面对国内严重危机,也坚决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最后一击成功避免了南北朝对峙的再次发生。 为宋代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篇章。 唐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其辉煌而深刻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经历了艰难的时刻。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唐王朝展现了其气节与血性,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壮丽壁画。 唐朝不仅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生存,更是在边疆的风险面前奋起。 通过成功击退南朝、吐蕃、回湖等威胁,唐朝坚定捍卫了中原的安全,吐蕃的西域、南朝的西南、回湖的北方,这三面夹击。 唐朝的军队和政治智慧共同构建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保卫了祖国的疆土, 唐朝的最后一击成功避免了南北朝对峙的再次发生,这不仅为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创造了相对的安定环境, 也为宋代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的辉煌正如夜空中的繁星,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逝去,但其光辉仍然照亮着后人的前行之路。 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中,唐朝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在文化、科技、政治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更是在困境面前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唐朝的辉煌,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发展的见证。 唐朝无愧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其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华大帝。 泱泱盛唐,一代盛世,自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 率领贞观之志的步伐跨入历史舞台,唐朝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象展现了其宏大的盛世画卷。 贞观之志不仅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石,更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盛唐的繁荣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持续蔓延,国泰民安,海燕和清。 这些词汇不再仅是修辞的华美,而是真切地映衬了这个王朝的景象,附属繁盛成了唐朝的底色。 而文化、科技的蓬勃发展,更是点亮了这幅盛世画卷的每一个角落。 唐朝的繁荣是当之无愧的大唐盛世,如日中天,耀眼夺目,在唐朝盛世的辉煌背后,正如古人所云, 盛世一衰,盛衰一胜,即便是最富有血性的王朝,也难逃外部威胁的阴影。 在唐朝鼎盛的时期,其周边竟有三大强国,如恶狼般虎视眈眈,威胁着这个繁荣的国家, 吐蕃、南兆和回狐,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威胁,汇聚成了唐朝繁荣背后的阴霾。 唐朝在与三大强国的较量中,不仅展现了卓越的战略智慧,更以数据和事实证明了其血性和不屈的决心。 这些血性之战,在唐朝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篇章,将勇气与决心融会于国家的兴衰之中,唐朝支持南兆。 然而,南兆不满足于附庸国的地位,天保年间,南兆对抗唐朝展现出了强烈的决心。 南兆的君主李显多次向唐朝进贡,但实际上却在南兆内部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准备,为抗击唐朝做准备。 天保十四年,七百五十五年,南兆发动对唐朝的挑战,一度击败唐军,展示了其决心与实力。 唐朝派遣军队多次出击,最终在天保十七年攻占昆明,重新收复失地。 彰显了唐朝恢复国家权威的决心,安始之乱后,吐蕃对唐朝发动了一系列的入侵。 根据史料记载,吐蕃曾在七百六十二年入侵并占领了青海等地。 唐朝为了抵御吐蕃的威胁,采取了多次军事的行动。 在唐素宗时期,唐朝军队多次与吐蕃进行战斗,成功击退了吐蕃的进攻。 其中,唐朝军队曾在七百六十三年至七百六十五年间连续数次与吐蕃作战,最终保卫了国家的边疆,显示出唐朝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 唐朝支持回狐以对抗突厥,但回狐逐渐壮大,成为北方的强国。 根据史书记载,唐朝曾支持回狐在八百四十二年平定北辖加斯人的叛乱。 然而,回狐随后逐渐对唐朝表现出敌对态度,多次威胁到唐朝的北方边境。 在八百六十年代,回狐的可汗伊斯哈克率领三十万大军南下,对唐朝北方进行侵扰。 为了抵御回狐的威胁,唐朝加强了北方的防线,展现了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与勇气。 这些历史数据和事实清晰地展示了唐朝在面对三大强国威胁时所展现的勇气、决心和行动力。 这些血腥之战不仅见证了唐朝的抗争精神,更成为了中国历史中永不磨灭的辉煌一夜。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